古城台南是大家都公认的慢活 更是美食之都 这些年吸引很多外国人移民定居 这间道地的香港宾室就是其中之一 老板是来自香港才三十出头的 Allen 吴杰然 他在香港工作 觉得步调太快 压力太大 于是一次偶然来台湾旅游时 就爱上台湾 之后干脆移民台湾做生意 这个地方很慢活 很舒服 在回到香港工作的时候 叹气就说 香港现在那个环境真的不是太好 然后就开始说 不想过来台湾定居 决定定居开餐厅 面临的第一项挑战是口味调整 因为台南的饮食习惯偏甜 香港重油重咸 该如何完美搭配 却又不失了纯正的香港口味 让Allen 费了好一番功夫 为什么我可能说 有点咸啊 重口味 然后我跟我的伙伴 一起去研究一下 要调到这个味道是 给台南人的口味比较介绍 也不会改到 改调走香港的 那个传统的味道 开业两年 已经有很多死忠顾客 店内的招牌是扬粥炒饭 拌炒得粒粒分明 用的调味料是专门从香港带过来的 还有店内的精华 香港所说的糖水 也就是台湾的甜品 里头加了中药 更养生健康 符合现代人追求的趋势 店内的布置摆设都很有香港feel 这些都是专门从香港带过来的 Alan说想在台南复制一个小香港 让在台南的香港人 也能有家乡感 这间餐厅 不只要吸引在地的民众 也想要紧紧抓住香港人的胃